请分析… 明昌《港古经》 主持文昌 《港古经》 主持文昌 明昌《港古经》 明昌《港古经》 十月三号的早上时间 和大家可以做一句 油組方面意外減產 令到油價今天很明顯地飆升 最多都升到7% 現在升幅略為收窄 波蘭特旗油報84.3毫6美元一桶 相當於升幅5.6% 連美國旗油方面也迫近80美元一桶的水平 現在在80美元一桶附近 徘徊79.7美元一桶 升5.3% 油價的走勢 文昌港古今 過去也有跟大家做過不少的分析 最上一次在去年年底 2022年12月7日 當時我們提到油價一如如其穿80美元一桶 俄羅斯原油限價正式生效 另外中國解封OPEC或減產 令到油市去到十字路口 我們當時已經將相當多的因素 都跟大家分析一一鋪陳出來的 當然之前油價的走勢 我們在22年6月的時候很清楚地說 油價應該是向下機會多於向上 我們之前對於油價的預期 即使河烏戰時觸發之後 外界很多人都看高油價一線 但是我們當時是表示質疑的 對於普京影響能源價格 或者石油價也好 一直都看見未構成真正的威脅 對於市場來說 這個是叫做好事 但是我們在去年12月的時候就認為 未必真的可以繼續下去 未必會有一個很大的下跌空間 當時就大概是 大概是 略略穿了80美金一桶 布蘭特旗油 是6日的時候 12月去年 就收到79.3毫半的水平 之後油價是下跌到76、77的水平 但是之後油價又反覆 就有些反彈 一直都是在一個區間上落 就下跌又好像是去到七十多 七十六、七這樣 跟著彈 都是彈到去八十四、五左右而已 但是真正的油價 是最近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跌勢 創下 一年以來的新低 就是在三月的時候 油價曾經一度跌到七十三 個半美金一桶 但是現在這個OPEC方面 一反市場預期 突然之間就是減產一百一十萬桶 這個都是比之前市場的任何的預測 都叫做來得進取的 上個星期五 OPEC Plus 連合俄羅斯的代表 才私下放風說沒有計劃改變產量 而沙特能源部長二月份的時候 亦都聲稱OPEC Plus 的產量目標 在今年餘下的時間是保持不變 那就是說 短短幾天的時間 內部 就是OPEC方面 就明顯地轉軌 當然啦 如果你連同俄羅斯 在內 俄羅斯一定 希望減產去推翻高油價 一就是普京的戰爭機器方面 可以拿到額外的 雖然它比歐洲限價 但是如果油價迫上去的話 連帶受到限價令的俄羅斯原油都可以受惠 所以這一個就一定是俄羅斯的目標 減產完全是符合普京的方向 但是整個OPEC裡面 話事權最大的就是沙特 跟著就是其他的海灣國家 你現在是陪俄羅斯一起 不斷去減產 這個確實會是觸動到美國的神經 美國官方的回應已經說 OPEC Plus 在星期日的減產舉措是不明智的 路透認為 今次的減產 就會令到OPEC Plus的總減產規模 每天超過360萬桶 這個相當於全球需求大約3.7% 之前其實OPEC Plus方面已經是減產 是200萬桶 所以今次再加碼 就會令到減產規模達到接近400萬桶 最大的產油國沙特和俄羅斯 是每人負擔50萬桶 或者是合共100萬桶 然後其他減產的成員 就是阿聯酋 伊拉克 科威特 阿曼 阿爾及利亞 和哈薩克 伊拉克21萬桶 阿聯酋方面144000桶 科威特也有12萬桶 當然 如果你只是考慮OPEC的話 就110萬桶 如果計算俄羅斯的話 就160萬桶 當然這個消息 是會令到市場對於油價的預期 就會有所改變的 你看到高盛方面 已經馬上回應 發表報告 認為考慮到OPEC Plus的供應大幅減少 需求略微降低 以及法國方面的儲備 適度釋放 將2023年底 布蘭特的原油預測 由原來的90美元 上調到95美元一桶 24年布蘭特原油價格 由97美元上調到100美元一桶 即是略略上調到幾個百分比 當然你說多也不算多 但的確預期是會有變化的 Jeffries 富稅的能源股票方面的分析員 亦都說 新的減差措施如果完全實施的話 應該是會令到第二季度的原油庫存大幅減少 即是說提前的庫存就會下跌 而不是在第三季度才出現 當然 OPEC方面的所謂減產 實際的產量 其實不透明情況是很嚴重的 實際上究竟有多少個國家遵守相關的協議 是真的實際上按照數目來減產呢 其實很多專家都非常懷疑 但整體上是一個很明確的信號 OPEC是希望托住油價不要下跌 當然一方面就是因為 之前由直肯銀行引發的所謂的 銀行危機 是令到油價這些風險資產 同樣是滾了下去的 搞到去到三月中 可以跌到十五個月的低位 隨著金融市場回穩才算好一點 但是今年年初到現在為止 譬如紐約汽油其實都跌近半成的 基本上你說拍賣去的那些科技股來看 油價其實表現確實是不好 但是這個不好 我們之前文昌港股 本來大家很清楚地分析 我們都覺得油價 即使你說中國解封 可以都挺大的刺激的需求 但是我就不是非常樂觀 特別就是中國的經濟復甦 確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強的 這陣子的數據 譬如剛剛公佈的PMI數據 你都看到 似乎經過了年頭的強勁的飆漲之後 現在又回到一個比較平復的水平情況 所以油組方面擔心全球的經濟需求 所以都進行了減測 但是穿實是非常尷尬 因為俄羅斯方面之前 在二月的時候宣布三月份 會每天的原油產量削減50萬桶 那你現在的石油輸出局組織 就變相在五月份的時候 就是連同俄羅斯達至一個 160萬桶每天的減產目標 這個其實都看到 沙特方面跟美國是越走越遠 跟俄羅斯也是越來越近 當然我要強調OPEC是不止沙特的 但是沙特在OPEC裡面的話語權 是無可匹敵的 那也都之前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沙特的OPEC領頭之下宣布減產 這裡其實已經是令到拜登政府表達了不滿 特別拜登也都公開說過 就說他們幫俄羅斯做了些事情 將要為此承擔後果的 不過他說他不會透露他採取什麼行動 只是將會有後果的 另外當時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 也都提及拜登認為現在是重新評估 這一項關係的時候 跟沙特之間 要確保符合國家安全利益 但是其實沙特對拜登政府的不滿 在拜登上場的時候 都是日於言表的 原因也都因為沙特的王署 現在叫做執掌沙特瑞印的莫考物 德本人計劃殺害了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者 這個Kazuki 意見作家 大家都知道 在外國的領館裡面是分屍的 這個確實下人聽聞 而民主黨政府 特別是拜登政府 對這個違反人道的行為極其不滿 但是上任特朗普政府 就不斷為沙特說好說話 大家都有印象 就說不關這個王署的事 也都很清楚看到 特朗普的女婿 就跟沙特的王署叫做老友鬼鬼 這個關係 在換了拜登政府上場之後 當然有巨大的變化 而且拜登政府方面 都很難 好像特朗普政府的時候 可以搞這些家族的金權外交 大家要知道 沙特是一個獨裁國家 基本上就是皇室成員 特別是最高層的王署 他要對付哪些 比如中東巴菲特 當時軟禁 整批的皇室成員 在豪華酒店等等 基本上都是無法無天的 現在發現到 拜登政府原來是 港人權 不是跟他是老友鬼 鬼不是 就好像當年 是特朗普女婿 當然就是有個很明顯的變化 王署覺得被針對 非常不滿 也顯示到為何最近 沙特和中國也都在中東方面 越走越近 你看到中國為何可以滑船 沙特和伊朗之間的敵對關係 這些全部跟卡舒吉 跟著穆可密德 以及拜登之間 這些關係是息息相關的 現在的說法是純粹是經濟原因 這個上年說法是一樣的 不過外電方面就說 因為之前白宮曾經向沙特保證 如果油價下跌的話 他就會介入補充戰略石油儲備 而上星期 恰恰拜登的能源部長 Jenifer Grantham就說 重新填滿戰略石油儲備 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 即是說不是馬上去 馬上去兵滿儲存 這個令到油價受到一定的影響 所以沙特方面就說 拜登政府之前說會增添戰略儲備 現在就說要幾年時間出以反而 因此你可以理解為 他是用這個理由 告訴你 美國你有責任的 搞到我現在都要減產 不要說我 但是 合理地說 戰略石油儲備 你的增添 確實 如果要符合國家安全利益的話 你是不能夠說 我現在要去補充 你一定是經歷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以免油價因為你入市 政府行為就飆漲 如果你說我真的要這兩天入滿他 自然油價就夾給你看 很合理 所以沙特就以此為這個理由 其實就完全不可笑 當然 更加大的理由 我自己相信 真的跟沙特認為油價 可能會是比較 繼續疲弱 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另一方面也是想給美國顏色看 幫俄羅斯我想是相對次要的 當然我們相信油價既然在歐洲方面 也有採取一個積極減產的配合 俄羅斯的行動之下 油價都應該在七八十元美金 都會繼續上下區間 我自己就不覺得油價是有非常大跌的空間 這個我們要維持上年年底的看法 但是你說大升 我也看不到 整體來說 在油價現在 既然 預期上調的情況之下 聯儲局會不會接下來再加多一次息呢 那麼我們之前也都認為是會的 那麼即使銀行危機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調整過我們的預測 大家清楚一路有聽都知道 我們之前就相信 那個聯儲局加息未必上到五 但是之後呢 在早兩個月的時候 這個計算是太過強勁了 我們認為聯儲局應該要再加多四分一厘左右 甚至是半厘內 總之我們不相信會加超過五厘半的 那麼現在就是方向 在這個四厘七五到五厘的 這個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之下 說接下來下一步應該就會進一步推升到五厘二五 但是油價這個減產是不是會催化這個加息 會去到更加高的水平呢 那仍然是懷疑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看法 油價不會太強 不會很兩例 而聯儲局方面也都因為經濟的理由 很難大力加息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相信 即使油價在短期會 大家看到 似乎對價格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壓力 但是實際上在一個中長期來說 我自己相信影響不是真的那麼大 當然OPEC和俄羅斯是可以之後再減產的 但是暫時短期來說 我們相信不會發生 你都看不到會 但是對於加息壓力方面 我們也不會調整我們的看法暫時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 稍吶 深藤 尾